让我酝酿一下下 怎么在现实里边挑一只自己喜欢的仓鼠 你啊你啊这种小仙仙捶对方胸口啊 一是看体型 在一个花鸟市场或者是在冲物店啊 一群仓鼠里边你要挑就挑那种体型最大 或者前几大那种仓鼠 一个体型大的仓鼠表明 它在这个群体里边的地位和自己的饭量 都是有一个保障的 全全捶对方 但是不是咬对方 而是捶 就是单纯的捶对方 太可爱了 然后下场 二就是看四肢 如果四肢健全呢 第三呢 就是看它的尾巴 如果尾巴有尸尾或者是尿尾这种现象 这样子的仓鼠就不要咬 很大的几率是新奇数 或者是尸尾的仓鼠都很快就能死翘翘 它当时打架其实是为了 做爱 我就这么说一下 老是聊屋一些东西呢 第三点呢 就看眼睛 如果眼睛没亮 或者眼角没有伤的 这样的仓鼠比较好一些 如果眼睛发浓 这样子仓鼠一般都是 可能会瞎眼之类的 你俩不做坏事吗 观众们都在等着呢 好吧 不做就不做 哎 这就这样子吧 那就这三点啊 一是体型 二是毛发 三是尾巴 四肢四肢 五是眼睛 还有第二种挑选仓鼠的方式 就是看我们的互动性 如果我们互动性高的话 哎 离我一下 我们互动性高的话 这样子仓鼠 就是灵魂啊 这灵魂 我们这种默契度刀 这样藏鼠也可以 可以排除那些 因为 气签汤虽然重要 但是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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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近度啊 或者是灵魂度啊 这样 都重要一些 看一下这两只小可爱的合照 又打枪 你再等一下 你看看他们俩在打架 干啥 别着急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那种仓鼠打架也有很多种的 一般来说 把对方往私里边咬 或者一般那种是厮杀那种仓鼠 都是咬对方一口 他就咬厨医的斜口子 而不是像这种 拿拳头 垂对面脸 这种打架 我其实也是第一个看 这样 可能像是一种 索要失误 或者是 索要爱情 对方的仓鼠打架 对方的仓鼠打架 对方的仓鼠打架